接下來方針老師要介紹的是 三之一樣本空間跟事件 那什麼叫做樣本空間呢 如果我們討論一件事或者一個試驗 那他所討論的所有的結果 就稱為他的樣本空間 我們舉一個例子要清楚 我們丟一枚銀幣兩次 那觀察他正面或者版面 那求他的樣本空間跟樣本空間等元素各數 那第二個音幣的話可能怎樣 是正面或者反面 那他總共兩次 所以他可能是正面第一次正面 第二次也正面 那還有可能呢 正面反面還有哪 反面正面還有哪 反面反面 所以他的樣本空間就是由這四個結果所成的集合 這樣就是他的樣本空間 要集合喔 這樣問題 那我問你說 那這裡面總共有幾個元素啊 四個元素 元素各數就是四個 元素各數等於四 元素各數就等於四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 沒有的話 那什麼叫做四件呢 四件呢 就是樣本空間的子集合 這裡面的任何一個子集合就叫做四件 比如說第一次出現正面的 第一次出現正面的 剛才這個 第一次出現正面的 那這個就是一個四件 比如說這個叫做A 那A的話就會等於什麼 在這題裡面 第一次出現正面的 那就是 正 正 還有呢 正 反 那這個就是他的A四件 這樣有沒有問題 就是其實他的子集合 那你當然也可以說 我第二次要正面 或者第一次要反面 就是很多種組合啊 你只要知道子集合都可以 那你說第一次要立在空間 沒有正面也沒有反面 那就是公集合 公集合也是他的子集合 也可以有這個四件 只是這個四件 裡面沒有元素 因為沒有真的有可能 這樣有沒有問題